日本的老年人跟我们国内的老年人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基本上不会去带孙子孙女 就是不会去帮自己的孩子去照顾他们的下一代 不说去帮忙照看孙子孙女啊 连跟他们孩子住在一起都是很少见的 他们呢都基本上是自己过自己的 所以啊他们的一些老年人啊年龄大的 六七十岁了呀五六十岁了呀 他们活的也比较潇洒 看看这个商场里卖这件老年服饰的都很漂亮 那你们会想了他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 基本上他们比较注重养生啦 之前我很早来超市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就是早早的就在电梯口排队 一些阿姨们就会排队 等这个女性的这个健康的体操去开门 他们平时啊会选择去做一些这种健康的体操啦 锻炼锻炼身体啦 还有他们还会去控制下自己的体重 维持身材 不得不说啊 他们这个老年人活的确实挺潇洒的 因为在日本没有那个广场舞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种店里啊去做一些体操 你们看看他们也会经常自己来这个彩妆店啊 来这个超市里面啊自己去购物 带孩子跟照顾孩子那都是咱们年轻人的事了对吧 这个阿姨啊 她已经年龄大概有60多岁了吧 我们之前来她的这个小铺买过东西 她是自己开了一家小蛋糕店 装修啊弄的都挺不错的 日本人比较喜欢买这种小点心啊 就是用来送礼啊送人之类的 包装很好看 在日本呢这个叫欧卡西小果子 她就是你看这个阿姨 她自己就进一家小的这种蛋糕店 即使啊你的儿媳妇啊怀孕了什么的啊 他们也是很少去帮忙照看的 大多数会选择出来去打个零工啊 超市里当一当营业员啊 当一当服务员啊 还有呢会在这个鱼店里面做一做杂物 之前也跟你们说过 我认识的那一位年龄很大的一个老爷爷 都70多岁了 他还在超市里面去做一些零工 这一点跟我们国内不太一样 可能你在外面大多数看到的都是 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 这个呢是我们对面的邻居老爷爷 他的老伴已经因为身体不好自己去住养老院了 没有孙子没有孙女 但是呢他也特别的喜欢小孩 他特别喜欢我们家两位小朋友 平时呢他也不出门溜达 也不出门玩 因为腿脚已经不方便了 饭菜的问题呢 他都是订的外卖送到他家门口 今天在超市门口遇到一位老夫妻 看样子他们应该有七八十岁了 独自来这个超市买菜 也没有家里的孩子去帮忙照顾 自己打电话叫了出租车 在日本呢父母呢 基本上不会孩子一起住 给孩子也帮不上什么忙 也不需要孩子去帮助他们什么 更别提是帮忙照看孙子孙女了 再加上社会的福利吧 他们呢基本上都是不和孩子住在一起的 有什么事呢 就是相依为命了 老两口就是这样互相照顾自己 看到这么长景啊 甚是感动 但是呢心里呢也有一点不舒服 这位老爷爷应该很爱他的妻子吧 还给他的妻子拿了一个小凳子 让他去休息 也许是因为孤独吧 我竟然遇到了 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一件事 朋友们跟你说 我刚才遇到一个超级奇葩的一个事情 我真来日本五这么多年了 有五年了 然后头一次遇到 刚才就是有一个 这边可以停自行车吗 就是把自行车停在这 有一个老奶奶 他骑着一个自行车 然后把车停在这里 然后他我就是在这车这里坐着 就打开门啊怕热啊 因为我要在这里 准备带大家去这位超市里面看一看 然后我就在这坐着 他突然给我拿了一个什么 你知道吗 他突然给我拿了一个 这个面包 他问我要不要这个面包 我还说 这个老太太还人挺好 给我拿一个面包 我说 为什么你要给我一个面包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骑着自行车 然后放到哪里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然后就是摔倒了 我说摔倒了摔倒了 他说这个面包的这个袋 破了 把面包的袋破了 然后他说他拿回家不行 他们家人不吃这样的面包 然后他就要给人 他要送给我 然后你说我 你说我咋整 这个面包就是新鲜的 就是没拆封的 就是没拆封的 就是这里摔的时候地上拉破 就是摔到地上 然后破了 滑了破了 然后他还不吃 然后他就 你不吃你自己扔了就行了呗 然后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看我在这 舍不得开空桥 然后把门这样打开 是不是看我比较 可怜 看我这张脸 这么像打工的吗 这么 我觉得我觉得我今天还可以 我觉得没显得很可怜 就他咋给我一个面包呢 给我一个面包 如果不吃不吃的 那我接着也是接着 人家也是好心 不管他家吃不吃 确实破了 你给我 关键是你陌生人 我也不敢吃 主要是在日本 就是这样一个人情冷漠 人情淡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居然我这是第二次了 你知道吗 朋友们 我第一次 第一次我在邮局门口我寄东西 然后呢 我就是坐车里 突然有个老太太给我送啥不 送一个那个枣 送一个大枣 送一堆大枣 就是他从树上摘的 就是日本的这些 就是他可能是属于孤寡老人了 不是不跟孩子住在一起 我给你看看我们家附近那些孤寡老人 都是一个什么状态 好吧 给你们看看我们这边附近的老年人 他们都自己住 没有跟儿女一块住的 也没有说带孩子 像我们这家旁边有这个老太太啊 认识她 她天天自己一个人散步 自己一个人特别享受这个生活啊 也有心情不好的 也有过得特别 特别开心的啊 你看 弄了个啥梗的门口啊 又怪吓人的那个窗户呢 哎呦我的妈去啥玩啊 哎呦我的妈一个大老虎吓死了 看她自己画的这些东西 她应该是在家呢 出去溜彎的 经常看她去散步啊什么 这些是她自己画的 这个她自己画的 没事整了这个小院 画的这些 这个老太太对我们家孩子特别好 经常给我们家孩子买一些零食啊 什么东西 她自己画的这些东西 还挺有材的 看看都特别可爱 哎呦我的天呐太可爱了 弄的这个小院也没有种菜啊 就种了点花 还弄了点这个小玩意儿 都是自己弄的 你看这个 看这个东西 防止那个小鸟过来 吃他们的这些种的这些花啊 家里也是琳琅满木啊 东西很多 这个是他们家以前住的房子 然后已经不住了 哎这就是日本老年人的生活啊 不带孩子 不跟自己家的孩子一起住 享受自己的生活 没事自己溜溜溜弯 没事自己弄弄自己的小院 这就是他们 日本老年人的生活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跟我们国内的不太一样呢 朋友们以后也要继续给你们分享 我们在日本乡下的生活 朋友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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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